要按到 好 第一个 当我们配完这一个字幕后假设 当初进来的时候 因为有一种影片的做法是 我可能是配一首歌曲 例如团康活动的歌曲 上面都是花絮 那每年度 这是我们的团歌 我每年都要用这一首歌曲 如果你配过一次后 没有剪音乐的情况下 或是说你剪好音乐 时间以后就是固定 那首歌曲就是这样 你可以把字幕都加完后 透过会出 把字幕会出去 变成SRT档 下一次要用的时候 直接汇入就好 听了吗 你就不用再对一次了 它里面汇出的时候 是会有时间的 所以点这一个汇出SRT 存在桌面 档名自己给储存 那什么是SRT呢 SRT的话是微导中支援的字幕档 那微导支援的文字 就是TES跟SRT 那TST的话是没有时间的 没有时间的 而SRT是有时间的 所以它也用祭祀本开就可以了 你看它有时间 那SRT它除了是可以帮你背起来 你现在这首歌的时间之外 还有一个功能 双语字幕 你要做两行字幕的 像例如说我现在第一行字幕是长这样 那你可能这一个影片做的事还是国际的 例如说它是英文的 你希望能够有双语 有英文版跟中文版 两个都有 好这时候啊 怎么做双语呢 比较累的方法是 你就直接在这儿宽两下 打字 Enter 打字 它就两行 知道吗 它就变两行 OK 好那你就记得要到T 去把它的对齐这个 因为多行文字 就会卡到对齐的关系 你就选至中对齐多字 并且按下全部讨用 所有的字进来后 就会是至中对齐的 这是一个方法 在这儿自己打 听懂吗 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汇出第一次的版本 你先做一个语言的版本 那当然就是以它讲话为主的那个版本 先做完之后汇出 汇出后呢 就会像老师现在一样这个打 那要开启SRT怎么开 我刚动作是 我会先开任何一个文字档 然后把它丢进来就可以了 对 那不然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SRT上右键 找 开启档案 找记事本 记事本 记得记事本就可以了 讲OK吗 好 如果你要做双语的 要怎么做 直接在这边改语 改档案就好 怎么改 把这一行文字 Copy 贴上 Enter 贴上 记得format要一致 也就是说 我的第一区跟第二区 有一个空行 你这个空行不能不见 要一样 好 那只要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字 下来就好 这边改英文 这边 这第二行 看你是要第一行 还是第二行改 你就把英文打上去 OK吗 把它打上去 所以呢 一样的 这一区 Ctrl C 好 Enter 贴上 Enter 贴上 这样贴上吗 Enter 贴上 格式一样 就一直贴就好了 然后这边一样继续打 继续打你的内容 OK吗 好 来 完成后 完成后 来 存档 因为时间是固定的 你只要回到威力导演中后 重新绘如 好 确定换掉 多余的确定 好 你看一下 这边 我会错个了 对 好 来 会错 SRT SRT 对不起 来 再一次 继续 嗯 进来了 你看 这最快 听了吗 这是最快 学校做的时候 会有双语的字幕 如果你真的 需要跟自己过不去的话 那这是可以做的 好不好 因为蛮多学生问的 怎么办 老师我要做双语 那就是这样做 所以你记得要可以 汇入跟汇出 可以汇入跟汇出 好 来 试试看 你可以把它背起来 两些歌曲会重复用 就